好的 那么本场对局是由GD的监管者 对阵斗舞的求人者 由解说永远度 解说潘大帅 解说童话 明天来CV4 全球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 童话 加油 天狐三连 上戏的先知 我的天哪 有点胡了 天心地力都有了 那这边上戏想先压一下脚步 看看能不能躲过去 但这个地方躲得要一时 躲不了一室 对 因为这地方是个固定刷点 你的 出不去 弄里隆也在骗他 这边感觉是被骗了 这一刀出的 它被骗到了 这个天赋带了一个底牌八卦阵的一片 对 这刚才那一刀是个预判后撤 是的 那这的话上戏 没有选择进鬼屋 前面走空地 不要被雕像干扰到所位 前面的话 你要已经回来了 不过 前面这边有一组雕像机会 怎么说 是的 没有下到 应该有端 应该有端 对 晚晚在前面 这边反转了 反转成功了 直接一个精本的预判反转 哇 这边可能要被迫坏人了 没错 既然来都来了 晚晚成为下一个目标 是的 但是这一波反转成功之后 被他幻觉作的话 为什么你先知一只鸟没有交出来 对 是的 而且晚晚这边有两个洞 没错 这个鸟要不要给 没有选择给鸟 现在鸟已经在CD 对 他这以后可以吃一个赤刀加速的 直接拉圆 是的 现在是一个闪现 但是不是 刚才那洞失误了 没错 打了一个无效的洞 那前面的话 不过再追上他的时候 鸟的CD能好 对 看一下晚晚这波的牵制 躲掉了所有的雕像 前面具体拉近 要不要这个鸟 因为这个鸟的话 监管者可以骗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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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往起点方向挂的话 哎呦 跨倒一下 现在手里没有动了 怎么说这一波 是 那最后的话看一下 能不能把东尼诺的闪现逼出来 嗯 是的 嗯 主要对于雕刻杰来讲 现在他的一个存在感非常高啊 对 而且他的一个击倒时间 其实不会太晚的 没错 前面的话 这块板再有被挥回来了 省了一个闪现啊 这波 还省了个插刀 是的 那这里往起点方向挂的话 这边是没有人在修的 嗯 哎呦 跨这么远的话 其实密码机不好干扰了呀 是的 现在的问题 他可能想要让你们过来救 然后打一刀到二级 对 呃 现在九胶的话 也是修完了自己密码机 过来救了 这边的话 路上不能给到雕像的机会才可以 是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这边夹到雕像 这一刀 这一刀还给到了 这一刀 他突然团过去了 他直接传过了 他直接传过了 你倒了 你倒了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重大食物呀 这个人没有觉得 张云健的位置 现在刚刚到鬼屋 天哪 九胶这一波在等什么呀 他可能是想 等你落地 直接打那刀边士 然后再来救人 有点太直接扯就好了 对 他有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 在中间 那现在二杰手里雕像 几乎是满了 张云健 这一波怎么说 还被精准定位到了位置 你直接夹到雕像 哎呦 说雕像太准了 怎么救 你必须得救这样的话 上戏一起过来 看他们偷一拨人 偷掉了 是的 上戏的话 偷到了九胶 这个人在救了 这个人不救了 不要救 那这一边的话 是给了一波监管者的大节奏 那上戏这边 看能不能 对二杰雕像弹到几刀 一下 一下 现在状态非常不健康 而且九胶就暴露在视野之内 没错 那这样的话还有两个户外 看能是他逼一下呢 没有 还有选择回去找先知 对 现在穷者要找一个机会 把傭兵摸满 现在场上密码机 还差了两台 对 他现在这样的话 必须得调状态 但是你调状态 你的密码机更跟不上 现在的话 就要要求上戏站起来了 这边上戏 没有鸟 两个雕像一合一打 对的 下来之后的话 要往起点的方向拉响 利用一下 关人车 就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这边王家二阶 直接给到了一下 你说半状态没有鸟 牵制一阶以前的还行 你现在可能二阶雕刻夹 是 我这个雕像 这边的话上车 应该不会给他上车之外 就算 他下来了 下来了 呃 但是 诶 诶 他这边 因为炸下来了 炸下来了 就回去了 这个手速 有点恐怖的 是呀 这个手有点快 这个讲道理是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 真是没有想到 但现在还有传送 是传送 找九霄机会 为什么他们 还是没有选择去挑 半状态 半状态 一个换的佣兵 是牵制不动二阶雕刻夹的呀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有一波快速秒到九霄的机会了 没错 不过车的位置是在 二战 二战 那上面没有雕像了 应该是有机会 这个一刀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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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的话 九霄的节奏被续上了 而且现在 张玄这边不好来救这个人 现在这两个人 谁都不好救啊 除非 张玉健全方天使神上 首先电机不够 其次 先知如果说要补电机 一个坟场 丢过去 直接没了 这是一个状态 很危险的先知 看看张玉健 半状 他就输了 弯掉了 他应该是想来不撞 就是了 被黄华天的魔性卡了 一刀 失去了一个直接撞救 无伤的机会 没错 那这样的话 这些前方打就不可以了 前面 两种雕像 直接拉球到椅子边 还有小 小兔罗 被披掉了 我的天哪 密码机不够啊 他们队伍的救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他刚才是想拉一个回旋球 将雕刻夹 重力 重力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锁定一个 上场戏也被击倒了 天哪 这个雕刻夹 太恐怖了 就这个雕刻夹的熟练度 你真的不能给到一点点的失望 没错 现在只要等到 九霄挂飞 然后如果没点的话 其实可以 先把张玉健 不管他 这边 这边的先生教了自己 想拉球 但是没有来得及 是 这个局应该是监管者想要自抓的话 真的没有任何机会的 没错 没错 再看一下上席的一个位置 直接 还没有分场 直接传了 全传过去 那边上席 盲家夹到了一下 这没有办法 再夹一下 没有夹到 你只是能吸出一只鸟的话 也没什么空间 是的 而且鸟才吸了四分之一左右 这边 直接上到 天哪 那么恭喜GD的监管者 Nonino 在第一局上场拿到了一个四抓 对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开始说的 你第一回合雕刻夹打出效果来了 你第二回合怎么办 对 你帮不江河家帮孟之女 要知道 这局是斗舞主场 他们选的月亮河 对 那如果说被对方拿到这样一个优势 那么东悬的压力现在无限的大 是的 是的 我觉得斗舞这边求人者 要赶紧利用最后这点有限的时间 赶紧去复盘一下 对 就这一把的一些小失误滚雪球滚起来 最后导致一个致命的一个大的一个滚雪球的效果 太致命了 这个 这个真的不能说是小失误 对 勇兵是真的是在椅子边 但是他没有救 第一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是 我当时能想 你说 就是 传送落地直接一刀 一定是对着椅子打的 对 他想要等你打到椅子 对 他想骗他直接落地 传送落地直接抽个椅子 如果没骗到呢 就是这样一个 没骗到就是这样 但是他什么时候说 如果说不等的话 他上手套 他把传送落地直接打一个震慑 打一个震慑 也中下来 也有机会打一个震慑的 那反正这边的话 确实因为前期没有逼掉一个闪现 而且底牌的时间也好了 对 所以说这边给救人位的压力确实还蛮大 对 你反过来讲 其实我觉得这把的一个核心盛点是 Nonino 这一波的传送切得太过断了 太过断了 他直接就底牌 其实刚好没多久 直接切了一个皮 是的 是的 哪有那么快就直接手的把闪现 因为当时我看到他手上面有两个雕像 其实他可以远程放雕像来打掉你的救人 对 对 他就是不想让你救下来 对